今天我们去到星期六 这个星期很多人也在准备神圣慈悲 救主慈悲的大庆典 明天复活第二主日 今天去到第九天 这个九天的敬礼 努弥娜 在这九天里面 我们都不停地去将不同的灵魂 耶稣教导这个悔天拿 每天将不同的灵魂 投放在他慈悲的汪洋之中 当中可以看到有些很明显的 未信的人 或者是在罪恶里面的人 有些就是他的神子 耶稣所爱的 特别是一些服务的人 一些神长 特别是可能有挣扎 或者远离他 但当中也包括了很多 我们说这些人都需要为祈祷吗 有些说特别是喜爱、慈悲、忠信、 谦虚、追求他的灵魂 这里我看到一件事 这件事给我们看到不是 耶稣的慈悲是为所有人 圣经里面也有说 天主的降雨是给善人和恶人 他的太阳也是为所有人光照 我们看到天主某程上是一时同仁 但某程上也是度身订阻 所有人他都是想外进去他的自由释放里面 这就是奉务的喜讯 就是有永恆的圆满福乐 现在可以开始进入 但是要进入去 我们首先要放下很多次等的东西的纏扰 罪恶的纏扰 冤冤相报的纏扰 无谓的情绪的高涨的纏扰 有很多事真的到临死一刻 看回头发觉 为什麽呢 为什麽呢 很多这样的东西 我们很多时候很愚笨 以为自己高高在上很聪明 或者某些东西的知识也好 我们的权威也好 我们的审判也好 我们的挑剔也好 或者我们的慎 投诉 不满 或者觉得未被人重视 这些东西 有时我们要处理不公义惡气 我们要去沟通 去保护 特别是无辜者 或者去改善人与人之间的东西 但是有时我们不单止是在做 不能够心平气枉造 而是高涨到爆了煲 一开始就已经骂了 审判了 审判了 看死了 我们人是很倾则 很偏差 令到我们很难去接受 由上而来的事情 在今天马尔谷的复活的记录里面 看到这里是唯一的耶稣骂他们 这些东西 这么明显 马尔谷说到宗徒是很失败的 很失败的 马尔谷是强调门徒的失败 但是跟这个宗徒大事的对比 差很远 同一班宗徒 同一班宗徒 特别是在宗徒大事录今天所看的 这个博德鲁和约网 是在这11个人里面 都被耶稣骂鬼了 哇 就是 显示了给人 派那些人跟他们说 甚至耶稣显现了给他 他都是有犹豫的 他都有些搞错的 他都是很迟换的 哇 人是那些那么萌失的 我们不是说他们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些 我都有 为什么可以 有些人以为很顺畅 用来对天主开放呢 而有一些时候突然去到那里 就会变得好像有缘没有认识耶稣 我们会变回到一个 完全灵性上很白痴的位置 但是 神职的慈悲就是 耶稣的慈悲就是 我明白 我爱你回来 还有很多事情 我们需要去 让它转化 所以今天我们呼求去转化 因为我们看到 这些不堪的门徒 短短 两个月之内 他们变成中途大事录里面 不是不怕死 不是大胆 而是充满信心 充满爱情 充满希望 就是那个转变 不是突然间变得很厉害 很震慑到人 而是 原来 当他们终于开放到 踏实到 捉实到耶稣 或者更好笑 是被耶稣捉实了他们 特别是圣神的改变 内在的 哇 那个的 威力 是很简单的人 说很简单 但是很实在 踏实的经验 你做评判 我们应该听人的话 还是天主的话 就是用他们的道理去 给他们听 他们的荒谬 那些公议会的智者 的学者 的经师 读饱书的人 给他们听 你多荒谬 你自己都知道天主是唯一最高 要全身全意全灵 去爱他 你竟然教唆我们 去不要听天主讲话 听你讲话 那就是 一个这么简单的人 他们都承认 这些人没有读过书 甚至是 因为他们这么简朴 这么谦信 这么踏实 这么 没有 什么 可以是 搞花神 令到他们不敢打他 不敢罚他 只是恐吓他 还要恐吓他都不成功 回到自己那里 这就是 圣经里面 保禄书信 罗马书说 天主就是用人的愚妄 和耐弱 去羞辱 世界的智者 所以 我觉得 我不太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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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这个彰显了 天主就是要用 就是要用你觉得 什么都没有 甚至是破碎 甚至是跌倒 甚至是不信的 百多禄 若望 不是很久之前 就是这样 就是不信 就是 还顾地不信 就是 看到 碰到 听到 都很慈然的人 天主就是要用你 就是要用你 就是 你有多不堪 能够不够 这些门徒 那麽不堪 我们有一段时间 都追不到 他们那麽不堪 因爲 我们没有机会 见到 耶稣復活 但他们见到 都是这麽 慈然的人 天主就说 对了 用你 所以我们 很满怀希望 就是 这麽 不知所谓的人 都可以 就是 因爲他们 那麽不堪 令到 人家无言以博 无言以博 因为知道 不可能 来自他们 所以 我们 越不堪 越在 天主手中 威力到 不得了的工具 因爲 所有 借着 我们 爱天主 而听到的 说话 而 说出来 活出来 是更有力 更清澈地 透视出 是天主的 说话 是天主 活着的 说话 而这个世界 而我们身边 正正有很多人 等待着 这个证据 等待着 天主的说话 等待着 天主 活出来 他的活的 工作的 行动的 见证 所以大家姐妹们 要我们 投奔 自己进入去 耶稣慈悲的 怀抱当中 放下 所有 我们的顾虑 我们的 渺小 然后 反而 跟他说 耶稣用我 我 我需要你震撼 这个世界 我需要你震撼 我身边的人 我需要你震撼 我今天 你预备了 我要遇到的人 让你的旨意 成行 让你的国来临 让你的说话 让你的心意 透过我 透过我 透过我对你的信靠 能够自然地散发出去 感谢天主